字幕提供 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要白洗 看起来就是皮肤才会觉得年轻感 像什么敷小黄瓜 小黄瓜 是 然后用蛋白敷脸 还有绿豆粉 凉凉手手的 对 绿豆粉 然后甚至泡牛奶浴 牛奶浴有用吗 就是洗完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很像贵妃一样 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是有突然变白的感觉 然后还有喝一人水 这些所有美白的方式我都尝试过了 刚刚艾艾的言下之意就是白代表年轻 所以如果你不够白皮肤有点黄 可能就是黄脸婆的意思 这是艾艾说的不是我说的 可我觉得变白之外最重要是要透亮的感觉 而且这个透亮是要吹弹可破 所以像现在有很多美白的方法 比如擦的美白最有效其实是精华 对 像这一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阿尔卑斯系列的 静白无瑕精华鹿 它的特别地方在济食 它表面看起来有点像是乳液的感觉 建议大家用拍的来上 为什么呢 因为用拍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表面就像一个水面膜的感觉 真的耶 好水润喔 有了高度的保湿它会让我们在做美白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有那种很厚重甚至是有干燥的问题 再来里面有效的美白成分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说像维生素B3 还有就是独家的绍母蒲聚多糖体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你的肌肤 对 让我们的这个成分更稳定 然后续航力更高 你看你的这个 吸收度很快耶 对不对 是 而且它不会有那种黏膩的感觉 像你用过这么多美白的商品 你自己的经验 像这样子的精华乳 不分年龄 不分这个肤质状况 然后高度保湿的情况之下 你给几分 这已经肌肤满分了吧 因为一般的美白精华液其实我很怕它会干燥 然后可能有时候皮肤比较敏弱的时候 会有点小过敏 但是它这一款就是保湿度很够 而且它脂地非常的温和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推荐 除了说像我刚刚讲的精华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 那有什么样的局部保养是你比较在意的 我们女生其实非常在意的就是眼周肌肤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有黑眼圈 然后又有细纹 这一款净白无瑕眼霜呢 全面性的照顾到眼部的问题 绿尾藻寡 这样一个成分就是针对黑眼圈嘛 它可以加速我们眼周 比如说淤积的这些黑色素啦 帮你加速你的代谢之外呢 更重要它里面还添加了咖啡因的成分 就是可以消肿吗 对 也就是说除了那个细纹问题 是 黑眼圈问题 连一般你早上起来 眼睛很肿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我会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来用 那使用的时候呢 从眼头慢慢的先点到眼尾 针对黑色素的淤积 或者是水分的淤积 先让你的眼周的循环变好 点压完之后呢 请你再利用大拇指 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按摩 延展 右手做左眼 左手做右眼这样的延展 因为大拇指它的面积比较大 然后力道比较足 所以你的眼周的按摩就会更到位 不过讲到局部保养 你是眼周 你知道我最在意哪里吗 不知道 我最在意双手的保养 我们常常都要帮女明星化妆 碰到女明星的脸 所以这双手一定要非常地白皙 非常地透嫩 所以美白的雾手霜 那我自己就是放在包包里一支 然后办公室抽屉里一支 然后家里床头也一支 就是随时都可以擦到一支 一般我们都只擦表面 可是常常会晒黑的地方 会有斑点问题是在我们的手背 所以建议大家 你先从手背开始上 就是这样子先点压一下 然后稍微这样子来回地按摩 让它有温热感 活化你的肌肤 它就会帮助我们的吸收 我觉得它的吸收程度非常地快 而且它不会有油腻感 因为护手霜就怕就是用起来会黏黏的 大家都不喜欢用 真的 那你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再来做掌心 最后是我们的脊关节的位置 OK 好 常常说很多女生可能这个脸保养得好好的 但是手啊脚啊可能就是不太达到标准 所以我要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成为这个百分百的美女 就像爱爱一样都可以保持这个光鲜亮丽 而且保持好肌肤动靈的状态 就是连手的保养也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今天跟老师在一起 学到好多东西 有新的成分 然后新的手法 我相信这样回去的话 我会变得更漂亮 没错 所以大家跟着爱爱一起变美变白哦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就继续逛街了好不好 好 我想去买那个 你知道 一套新的西装 来一下 我那边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